这档节目档期撞上《创造101》,请来知名导师,却连听过的人都很少。 要说现在最热门的网综,那肯定是创造101莫属了,这两年国内的养成偶像综艺也渐渐崛起了,而其中最成功的两档综艺就是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,这种100个人来参加选秀然后选出最优秀的几个出道的方式, 其实就是参考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养成方式,因此追过韩星日星的肯定都会对着这两个节目感兴趣。 但其实这类型的综艺不仅仅是这两个,还有行动亚洲、加油、美少女、燃烧八少年等等综艺,都是通过选秀来选出可以出道的偶像, 当然从本质上来说和偶像练习生,创造101还是不一样的,而他们的热度也显然比不上这两档节目。 比如说最近又有一档养成类的节目播出,不过这档节目有点不好运,刚好撞上了波的火热的创造101, 这档节目就是最优的我们,开播日期是6月2日,如今已经播出两期了,导师是肖敬腾和潘伟白,主持人是华少。 要说道士阵容其实不差,之前潘伟白担任导师的中国有嘻哈也掀起过一阵讨论人热愁的,不过这个节目如今都没什么水花。 不过这个节目和其他的养成类网综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,选秀是男女混合,而且没有淘汰赛制。 成员们就是不停地表演,然后导师们提出意见,成员们相互成长。 要说这个节目为什么没能火起来,问题可能也出在这里,因为不会淘汰,所以节目的紧张刺激小了很多,观众们对学员付出的感情也不会有那么强烈。 如果说这个节目没有遇上创造101,可能还会有些水花,可是现在观众们的吸引力都在创造101上,而且创造101又是网综,可以随时随地看,所以会败北也很正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